123,2.1的有源音箱系统正在逐渐取到我们传统的CD 公放,立体声音箱,组成的2.0HiFi系统,以及多声道的家庭语言系统 中期原因就是,HiFi的人群让人正在逐渐的被迷面,而入坑的人越来越少 虽然时代的发展,社会的进步,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 但是人们在娱乐的选择上却越来越多了 还有就是它消费次数的地方同样也变多了 那么大多数人投入到音响的支出跟时间就变少了 所以说这就是车载音箱的群体,它会大于玩HiFi人的群体的原因之一 这个多声道的家庭语言,它效果要好,最好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如果说不影响别人,最好是有一个别墅,那么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总结出来,要么就是时间不够,要么就是钱不够 还有就是被其他东西给所期待的 最终稍微有一点欣赏能力的人 它就会选择这种2.1的有缘音箱系统 它便捷,便宜,又有点效果 连接手机可以用来听歌 连接电视它有低音炮 看电影也会有一定的效果